哈囉,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陳如今天的影片標題 我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我在社交媒體上面也有六年的時間 然後跟你們的關係 我覺得也很像親近的好朋友一樣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不會特別講運動或者是我的健康的飲食 就是單純的就是想要和你們聊一聊我自己的求學經驗 還有我為什麼想要出國念研究所這件事情 好,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講到底這個好消息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們有在密切的關注我的Instagram Story 或者是我的Youtube的Vlog生活系列的話 可能就會關注到May私底下 好像尤其是這半年啦 都是在很認真的念書準備考試跟丟申請的狀態 確實就是即便大家看到的我 我還是有在上片啊 然後還是有在更新動態 可是其實呢我在家裡的狀態 就是我家人都知道我壓力有多大 就尤其是考試前 因為我總共考了三次亞視嘛 前面兩次考了7分 但是都沒有達我想要去的Program的那個門檻 直到最近考了第三次 然後拿到7.5分 我才順利的拿到兩間學校的offer 一間是倫敦大學 UCL UCL的Creative and Collaboration Enterprise 然後它是由人類學院 一群人類學家所開的一個 我覺得蠻酷的 它是很有前瞻性的課程 它是結合文化創意 還有商業的課程 然後它的英文的標準就是要7.5分以上 所以要求是相當的高 然後另外一間的話就是 NYU紐約大學的 Integrated Marketing 整合性行銷學的碩士 所以我最近真的是 我看到我順利拿到offer的時候 我真的是我在房間我真的是快哭了 因為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 將近半年的折磨 哇我現在真的是無法延長 無法掩飾我內心的空氣 因為我從去年下半年 就有想要出國念研究所的大算 然後從去年尾就開始考試啊 然後準備很多升級的東西 所以我表面上還是在經營這些 就是社交媒體的東西 可是其實私下是很煎熬的狀態 然後我最想去的program 他們要求的分數很高 要7.5分 然後我一直沒有考過 到了上個禮拜最後一次考 第三次考 終於拿到理想的成績 耶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想要用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來聊聊我自己的求學經歷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台大出生 看我的方式就是高材生美 好像一生沒有經歷過什麼阻礙 就直達天體 但其實不是 背後其實發生了很多 蠻精彩的高疊起伏的故事 等一下可以跟你們分享 然後在影片的下半部分呢 我就可以跟你們多聊聊 尤其是對於現在你也想要準備去國外念書的人 然後我也想要分享我為什麼想要出國念書 然後還有我這段時間是怎麼自學雅思 然後還有丟申請的一些tips吧 對都會在這集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有興趣的話就跟著我看下去吧 那首先我也想要稍微解開一下 有些人對我的疑惑就是覺得 呃妹是不是以前在國外長大 所以英文就本身就很好 No 不是我從小呢 就是土生土長的台灣Kina 那我會說我小時候其實是一個蠻木納文靜的孩子 但我很喜歡閱讀 所以從小的時候即便我不是天資聰明的那一群學生 可是我在班上的成績也算是名列前嘛 然後高中的時候就已差兩分的成績 沒有到北宜女就是 但是也順利的考到 我很想要進的學校就是中山女高 那在中山女高的時候呢 我開始沉迷於樂團然後打鼓 對我那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名鼓手 然後到了高二下半年的時候 可能玩得太high了 然後我的成績一下子一落千丈到班上的吊車尾 所以以至於要考學測之前 我都沒有辦法好好收心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我跟我的初戀男朋友 他是成功高中的一位男性 對當時候分手 然後我就哭著每天都哭著稀哩花啦 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專心念書 所以我學測真的是考得奇差無比 對 考到差到我完全不敢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但是因為時過境遷也過了十年之久 所以我在這邊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的學測只有考六十分 六十分也就是代表台大征戰是完全掰 就是無緣的一個概念 對那從那個時候我就痛定思痛 問我自己說這就是我想要過的人生嘛 如果我沒有把握最後幾個月 因為他有指考 如果我沒有把握這幾個月全力的衝刺 我會原諒我自己嗎 如果我不這麼做的話我會不會後悔 然後我給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絕對會後悔 所以在指考前三個月的衝刺期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報名那種很魔鬼的衝刺班 然後念書的時間是從早上 早上 反正就很早的時候 一路到晚上十點 我覺得真的很變態 可是那段時間我幾乎沒有用手機 我每一天就是狂做試題 靜下來念書 我也沒有社交 就是幾乎是一個focus百分之八 加入在考試的生活 然後最後我就有勾到台大的邊 所以最後我的指考的落點是在台大人類系 那進了台大人類系之後呢 我以為我的人生就高枕無憂 畢竟就已經 老娘就已經進到台大了嘛 但是呢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 人類學anthropology是什麼 我當時候選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反正台大文族的系 我就隨便都舔一舔 然後最後落點 就是老天爺就讓我上到人類系 然後我進校園campus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 靠我根本找不到我的人類系系管 因為其實人類系到現在還是這樣 人類系跟哲學系他們是被流放在水源校區 所以我們的系管非常的破爛 當你進到台大館院 然後看到那麼新穎 那麼高科技的設施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 我們是同一間學校嗎 為什麼我們明明是同一間學校的學生 可是我們享用的設備卻差那麼多 但我也很開心 因為現在人文大樓終於有在見了 所以大概過幾年後 我們的學弟妹就可以過比較好的日子 但是總之呢 因為當時候我就是選校不選系的後果是 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科系在念什麼 所以大一大二的階段 我是很迷茫的一個學生 到大二的時候我開啟了Instagram 當然那又是一個另外不同的story 但其實我也蠻開心的是 大二的時候我的系主任 就是引領我到文化人類學的一些領域 讓我覺得 哇其實人類學是超級酷的一個學科 就是它其實不是只存在於考古學 或者是很古老的很邊緣的文化 它其實也可以跟我們生活中 習以為常的一些文化 就是我們想像得到 譬如說年輕人使用網路的行為 緊密的相依 所以其實到大四的時候我就有做 我就以我自己身為Instagram blogger的這個經驗 研究Instagram這個網路媒介 所帶給年輕人的一些identity 跟relationship problem 後來這個花了我一年多時間完成的研究呢 最後其實是有上到考古學的學術期刊 對我忘記它的全名 但是總之呢 就讓我從一個很混的學生到一個 欸怎麼變得還蠻厲害的學生 那我台大畢業之後要做什麼呢 就即便那個時候我已經在Instagram 累積了幾萬的粉絲 可是我從來不把它當成是一個 真的有發展性的career 說真的我當時候就是這麼想 我那時候只一心想著我要幫我爸的事業 那我爸是做製造業的manufacturing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申請的國外研究所 我現在回頭想起來真的是還蠻可笑的 就是申請工業管理相關 還好我真的沒有去 對不然我不知道我現在的人生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也是因為我沒有很大的熱忱 跟沒有很強烈的purpose 所以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的脫幅也才九十幾分 然後還有我考了居賣也非常差 才五百多分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稍微打消 我馬上想要出國念研究所的一個想法 然後轉而呢我就先去我父親的公司去上班 然後我父親的公司是位在東南亞的柬埔寨 就不是你想像的柬埔寨 就是一個很正規的做鞋子的代工的工廠 對但是待在製造業其實我完全很不開心 對所以我就跟我父親溝通說 我想要回來自己創業 就是今天即便沒有家裡人的支持 或者是你不看好我 但我覺得我的人生是要自己去過的 因為我覺得待在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很像一個明明有一對翅膀的鳥 卻被困在一個鳥籠裡面 我想飛我卻不能飛 今天我飛出去之後 即便我飛得跌跌撞撞 可是那也是我選擇的人生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手寫的信 給我爸爸跟他溝通 然後他就願意放生放我回台灣 所以你們就看到之後的妹 就是有了YouTube Channel 然後YouTube Channel也逐漸穩定的成長 然後到現在好幾年了 我有我自己的個人品牌 可是到了去年我就開始覺得 我想要讓我的人生再有更不一樣的火花 我想要再更多的探索我自己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覺得人生真的很奇妙 就是走了一大招之後 其實像這次申請 我完全沒有透過我父母的幫忙 然後也沒有去找任何的代辦中心 因為我已經很清楚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 我已經有足夠的動力跟熱忱去做 然後其實很多資源其實都是唾手可得 只是在於你有沒有心想要去實踐 對所以我為什麼會想要出國呢 其實這個種子是一直埋藏在我的心裡 其實我一直都對於海外的事物非常的有興趣 當然有一個轉捏點是我大二的時候有去美國的博客來 就是UC Berkeley 然後去參加Summer School 然後那時候認識了很多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後我才覺得哇就是每個來自不同文化的人都抱有的不一樣他們的觀點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生活在小小的台灣我們常常會被自己的思維或者是視野所捆綁 然後其實久而久之我們就沒有辦法更勇敢的踏出下一步 那我覺得當我的人生來到27歲 如果說我30歲之後也想要組一個家庭的話 我想要在這之前先好好的去活出一個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對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動力來源 好那最後的部分我想要稍微講一下一些大家可以去利用的資源 第一個就是我是如何自學雅思的 好那首先呢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在武教界當老師 所以他那時候有一本雅思的寫作書 然後所以他首先先借了這本書給我 那我發現當你脫離學生時期太久 你真的是需要找回一些手感 寫作這方面你真的需要拼命的去練習那些常常出現的題目 然後重點是速度非常重要 因為我常常就是我一看到題目我腦袋就是會頓時卡住 可是其實以雅思的作文而言你需要去快速的分析 比如說優缺點或者是正反面的討論 而且你不能只是用那些outline的那種句子 當然我覺得運用那些句子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擁有你自己的觀點 然後你要很明確的說出自己的立場 然後再搭配一些比較強而有力的example 那寫作是我最大的弱點 所以也是我花最多時間的地方 我前面兩次考寫作都只有6.5分 然後後面最後一次是7分 所以我也覺得我沒有太多的資格可以跟大家分享太多的寫作的技巧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我的弱項 那聽力的部分我覺得 哇雅思的聽力真的是超級tricky 因為雅思你只能聽一次而已 所以在聽的部分你很容易慌 可是要決就是你真的不能慌 而且你要去練習active listening的技巧 就是當那個speaker說什麼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雅思他發音都還算是不會太快又是清楚 所以你仔細去聽你一定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但是如果你慌或者是你想到 靠我上一題我沒有聽到怎麼辦我完蛋了 那你接下來的好幾題你可能就會miss掉 然後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疏忽 所以聽力他比較tricky的是他只有一次 所以你一定要在還沒有聽到之前呢 你就要趕快先閱讀題目 那有一些介系詞的部分可以讓你先去猜想說 這個待會會出現的是一個地點或者是時間等等 就先去猜題目 然後還有要注意語氣的轉折 因為常常會有陷阱一下這個speaker說什麼 可是下一句可能他又會改變他的說詞 我覺得聽力很很棒的免費資源就是 你去YouTube上面打IELTS Listening 然後他就會出現超級多就是那種模擬題 就即便他廣告也蠻多的 但是基本上我要考前的每一天我就是做一篇 YouTube上面的免費IELTS Listening的練習 對然後我第一次考試6.5分 然後後面我竟然拿到8.5分的成績 所以聽力真的是可以進步的 那我覺得不要逃避 因為你除了聽英文的Podcast 可以增進你的聽力之外 我覺得真的還是要多練習 實際考試的時候會出現什麼樣的提醒 然後Reading的部分 我覺得要比較多加留意的是 因為常常就是我們習慣讀的都是我們喜歡讀的 可是在雅思的Reading 他常常會出現比如說科普的文章 或者是你覺得真的無聊到爆的文章 可是你還是要很有耐心的把它看完 所以練習閱讀的部分 你不能只看你有興趣的文章 而是更廣泛的 可能帶有很多專有名詞的文章 也要多練習 我也會在下面資訊完附上 就是Cambridge 他有大概有出4個免費的模擬題的題目 然後我覺得做Reading很重要的是 你不用覺得你每一字每一句都一定要看懂讀懂 對反而是你一定要在開始閱讀之前 就先從題目裡面去掌握說 他要問的是什麼 然後再從文章裡面去找答案 那講到口說這部分 我覺得口說真的是台灣人的弱項 因為我們也不像亞洲的其他城市 比如說新加坡啊等等 但是日韓好像也不太 對反正我覺得口說真的是 亞洲學生的一個弱項 當然如果你身邊有外國朋友的話 我覺得就是盡可能的跟他們練習 你就不會去害怕講英文這件事情 對那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是My Amazing Talker的課 我這邊完全不是要業配 因為就是我自己花錢去報名的 大概大概前前後後加起來 有二三十次的一對一的練習 然後你可以選擇二十五分鐘 或是五十分鐘 然後對的都是真人 所以我有一名老師 他是加拿大的老師 然後另外一名是菲律賓的老師 那我覺得Amazing Talker 他的優點就是他是很flexible 就是你任何的地點 任何時候都可以參與口說的練習 然後在價目上面他也不會太貴 然後我有一個老師 他也順便就是可以幫我去修改文章 所以如果你問你的老師的話 有時候他除了教你speaking 他其實也可以幫你去修改文章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蠻大的幫助 那在申請學校這方面呢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一個寫personal statement的專家 寫作也不是到非常在行 可是因為我總共大概寫了五個 我寫了多少 我寫了四個personal statement 前面兩個是被打槍 然後後面兩個是有被accepted 那當然後面兩個也是因為 我有到達他們的英文成績 但是我發現前面兩個被打槍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沒有完全的扣合他們問我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去很仔細的看 你的學校所列出的是哪幾個問題 就是你不能只是一味的去 講你自己漂亮的經歷 因為你的經歷到底有沒有跟這個program 是有吻合的 這才是他們想要知道的 還有你到底有沒有對他們的program 有沒有做功課 所以最好在前面你可以講到你自己 然後而且是用一個說故事的方式 把你整個人都包裝起來 而不是用一個很散落的流水這樣的方式 然後在後半段的部分 我覺得你要更多的就是去描述到說 你為什麼會想要去attend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對你來說 有哪幾個吸引人的地方 然後你進去之後 你會對於 尤其是對於哪幾個課程有興趣 那當然就是到底要怎麼寫 還是要看每個program 它設下的規定都不太一樣 這邊可以推薦一個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不是那麼的在行 就是在寫作這部分 所以我可以推薦一個網站叫做Fiverr 它是可以有一些真人 他們可能是那種文藻專家 或者是英文很厲害的人 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幫助你去把 你原本寫的asset去polish 變成一個文詞豐富 然後在用詞上面更高階的一個 可是基本上它的outline 它不會幫你修改太多 所以最主要整個起程轉合 還是要由你自己構思 那它的價格也不是很貴 大概是花台幣幾千塊的錢 如果你有5-day rush的話 可能就要再多加一些錢 然後這個專家 他可能就可以在幾天內快速回復 讓你的一些錯誤百出的essay也好 然後瞬間變成一個還蠻會要organize 然後也是用比較優美詞彙的一個很好的personal statement 所以算是我蠻推薦大家使用的一個平台 所以基本上你的考試搞定了 然後你在申請上面有注意這些小細節 所有的流程你都有一步一步的step by step的去做 我覺得這是可以慢慢的去有機會搭乘你心目中的理想 講了那麼多 那我最主要我想要表達的是 尤其是對於現在喪失一些信心 然後對你的人生可能充滿迷惘 失去希望的你來說 其實我覺得目前你所面臨到的挫折 他或許在這個階段他都可以帶給你一些恐懼 可是你也可以選擇說 你要被這些恐懼所降服 你可以就此放棄 但是呢你也可以把這些恐懼轉化成一個 你不願意就此投降的一個很強大的力量來源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你當然會希望說 你身邊有更多的助力可以幫你 可是就以我的例子而言 任何的幫助都不會比你內心那股真的想要去達成什麼 那股很強大的從你內心湧出來的這個信心來源 來都有幫助許多 所以我只是想用我自己自身的例子 想要告訴你們說不要輕易的放棄 真的不要輕易的放棄 再來我還沒有看到曙光的時候 我也是很痛苦很黑暗的 但是我還是相信說錄到了鏡頭 就是會有屬於你的光明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 可能今天話講的比較多 然後情感比較豐沛 對然後希望大家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